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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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五夜港场《智学有继经》 我是主持刘宝希 我们今天想讲的主题是历史 我们具体的课题叫做《古今多少事》 大家或者知道 五夜港场第一晚都有一个节目 是探到历史的 就叫《历史是如此》 我们今天《智学有继经》都讲历史 为什么呢 因為我們今天想將歷史作為一個哲學課題去討論 歷史本身作為一個對象 是我們今天探討的重要課題 如果你對於歷史一些很具體的事件有興趣 譬如你可以看一下歷史是這句話 他可能講哪個皇帝最大德 史上最索明記 那邊有一些專家學者比我們講得更加詳盡和仔細 但我們今天想將重點是將歷史本身作為一個探索的對象 我們想問歷史到底是什麼 歷史本身有沒有一些發展的規律 或者歷史在人類文明上有什麼意義和貢獻呢 那我們今天直接進入主題 首先介紹一下今天的各個講者 第一個當然是我的拍檔主持 郭柏連Samson 老拍檔 每次出現他都很有保證 我很有信心 更有保證就是另外我今天兩位邀請的嘉賓 第一位就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智樂系高級講師盧潔 他推廣哲學補合已經有相當多的時間 口才相當出色 並且擅長研究倫理學 社會正義哲學和歷史哲學 所以我也非常有信心 另外最後一位我們要介紹的嘉賓就是鄭立 鄭立他有很多重的身份 分別是有創作遊戲 有網絡的作家 而他今天就是以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身份 出席我們的節目 我第一個問題就想問鄭立 就是你的題材是你要求的 寫著歷史學家 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可以自稱為憑什麼 稱為歷史學家呢?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說自己有歷史學家 就對了 真的自己說就行了 因為問題是你有一個 所謂的學家 這件事不是一個外面的認證 是一種自己對那件事有自己的看法 有自己一個思考的方式 都是一種學問 都是所謂的一種philosophy 我認為如果你有一個自信 你有一個看法 是你屬於自己的 你這樣說自己可以 因為我好過我出來做生意 每次叫自己做什麼 我的名字叫做老闆 或者叫做CEO 或者是director 不是悶的 我找個有趣一點的 剛才你直接說 你自稱為歷史學家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對歷史有思考 現在出來平日做生意的時候 因為同時你是一個商人 我想追問 就是你思考歷史 這件事 其實對你來說歷史是甚麼 現在一般界定之下 你覺得歷史是甚麼 你會怎樣回答這個問題 我覺得歷史對我來說 像偵探小說裡面的線索 其實它是一些過去發生了的事 幾千年來發生了的事 我們留下了很多這些 第二、第三手資訊 這些資訊 它是有些人告訴你 或者有些人流傳下來 或者有些證據 例如考古那些證據 流下來的 它會告訴你過去發生過甚麼事 但是你只不過是從這些線索去退考 我真的發生過那件事 每一個都只不過是一些 別人給你資訊 你不知道它有沒有改造過資訊 有沒有特意說謊 或者它流下來的事 是否你自己誤解了的 不過歷史這件事是我一個解謎 這是一個謎題 一個是發生的事 除非我自己見過 否則那些事我都不知道有沒有發生過 明白 但是我看到這些線索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 原來是發生過這樣的事 所以我來說 歷史這件事是一串線索 明白 我要問盧潔雄 因為剛才鄭立 就是把歷史這個活動 找我們去看歷史的時候 他當作是一個偵探 去看 然後有些線索 那些材料就是他線索 然後是解謎 你又怎樣看呢 歷史是甚麼呢 這個都是一個 很多歷史學家都認同的 就是一種偵探的解釋活動 但是如果作為一個歷史學家 當然在這方面有一定的訓練 當然不是說你說是就是 你可以叫歷史有興趣的人 不對歷史有興趣 或者讀過兩年那些 對歷史有心得的人 碩士課程 或者你叫民間史學家 也可以 但是如果歷史學家 就應該是在那個 就是你剛才說的那個 偵探破案方面的那個訓練 是有一個很嚴謹的要求的 還有有做出相當多的成績 就是在這點上面 我想你基本方向是對的 但是可能你接觸得比較少 就是對歷史學的研究 所以就只看了一面 其實很豐富的 首先要解釋歷史這個概念 如果用歷史的詞語 這個字本身 我們先不說中文 因為我們現在讀歷史學科 都是以西方為標準 所以這個是有點可惜的 不知為何中國的觀點沒有了 中國人的觀點 但是從西方來說 古希臘的歷史這個字 就是探究的意思 或者從探究所得 它是作為一種認識世界的方法 很廣泛的 但是到了拉丁化時期 就是羅馬時期 就出現這個歷史這個字 就開始 就是作為一個故事 傳說 或者是過往發生的事情 重新的一個追述 其實很有趣 我們一般人都聽到歷史 就以為是 歷史一定要真的發生的事情 在那時候不是的 是傳說 甚至有些神話成分也可以的 所以當時的歷史學家 所寫的歷史 你會看到 是一些民間傳奇的事情 明白 就不一定是事實 如果我想問一問 因為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羅馬拉丁文的用法 就是它的故事性會比較強 故事性會比較強 而且我們現在一般的歷史 會講它的真確性 以及它的真相 跟這些神話是有些不同的 我想問的就是 譬如我們現在當我們一般的概念上 就是歷史會要求它是真確的 是的 而真確的位置就是 如果一開始歷史的源頭 是只是一些故事 流傳一些神話 對 跟我們現在所追求的 這麼大的差異 那我們現在看歷史 是不是好像看小說一樣 其實我們應該當它是一些小說 或神話就可以了 好像不是這樣 那又變成了 就是從它那個發生的那個性質 就認為它以後都是這樣的性質 對不對 我們就叫做歷史起源謀誤 就是你媽媽生的 就不等於你媽媽決定了你以後的人格 對不對 所以在這些上面 也都以後有演變 就是以後的那個學科的劃分 例如到了大學的出現 有分科 變成那個歷史的認識 做一種認識過去事情的方法 這一點就開始越來越認真對待了 所以那個所謂歷史事實的真相 就開始強調 而且那個科學性 去到這個十九世紀 例如蘭克學派 他很強調歷史學家 是一個科學家 要做到好像一面鏡子 明白 將所有外邊的事情 如實地反映 這樣 這個就是很典型的 所謂蘭克學派的觀點 所以剛剛劉先生 這裏有一個發展歷程 由一個開頭 就是希臘 接著去到 拉丁發派 羅馬發展 有一個神話故事 慢慢歷史起源頭 慢慢進入大學看 就是一個歷史學學 是怎樣要求研究去反映現實 沒錯 但我猜歷史學作為一個 追求一個客觀真實的真相的學科 這種說法 的確是十九世紀很盛行 但現在應該沒有人會相信 現在要問問這些新一代的歷史學家 應該沒有人會相信 因為我們可以區分到 客觀是甚麼意思 在史料上 我們追求客觀 例如孔子是否真的結過婚 拿破崙是否真的去過某個地方 這些 當然我們要找出一個事實 但我們在史書的讚寫 或者詮釋 解釋的時候 很明顯是涉及一些個人的因素 這是不可能完全的客觀 或者你說的客觀 其實已經跟之前的說法完全不同 所以我猜現在應該沒有人會再好 這種觀點就是 歷史就是一種求真的學科 歷史的求真的學科也會好 但它的說法其實要講得清楚 沒錯 不是很像藍黑學派的標準 就是說要達到像一個科學家 要撇除自己的宗教 自己的時代知識的限制 撇除了自己的價值判斷等 只是以材料本身所呈現的意思去講 當然了 你要以你所接觸的史料 還有最重要是強調一種責任 就是你要是負責任地 將有關的事實 都要作一個認真的檢驗 無論是地下材料或者是文獻 語言文字 所以這個客觀性反而在責任上 顯現出來 就是你要使學家自己自覺自己的限制 從而負責任去做 我想問一下文獻 因為剛剛劉先生說了一句話 而我知道鄭立也真的有修讀過 是中文大學開始的比較資學課程 在你的經驗上 跟劉先生剛才所說的 其實有沒有大的分別 我自己對於歷史的看法 我覺得 找到真相那方面 找不到真相 真相是一個副產品 因為始終我一開始這樣說 所有東西都是二手三手諮詢的時候 你很難說 我們很難說很客觀地 可能你所有的資訊 只要有一些是 你不知道 你回來的真相是否真實 即是那句 劉亞浦和某個地方 很多證據證明了他又去那種地方 可能那些證據 全部都是被人強行做出來 就是他特意做出來的時候 可能整件事是錯的 但我們的證據指向那件事 所以你說找到真相那方面 我個人覺得 第一件事 真相這件事 是不是歷史學的重點 我反而認為 歷史學的重點 就是在於那個因果關係 是找回每一件事 究竟是甚麼原因而成 而它又導致了甚麼結果 我反而覺得 這是歷史學家 以後可以研究的部分 但如果資料是假的 那它展現的因果關係 也可以是假的 所以其實兩個是不可以脫離 我不是找真相 我是找因果關係 但是如果那些東西是假的時候 那它呈現的因果關係 都自然是假的 我相信那件事 不是在於那個真相和因果關係 而是因果關係裡面的邏輯 是甚麼事 做過甚麼事 會導致甚麼事 做過那件事是假的 會導致那個結論也是假的 當然是 但是導致這件事 是不會 導致這件事 本身是一個學問 那個真相 可能是我們歷史學 就是如果A會導致B 那這個是我們找到的 歷史學的一個結論 我當是 那如果A會 如果A會 如果A會 因為一個是屬於 事實層面的問題 但是你更加重視背後的 reasoning思考 因為你說因果的時候 就是怎樣可以 由A到B 去透過歷史學 去訓練我們的理性思考 這次呢 我們暫時先談到這裡 我們會繼續討論的 下一節回來繼續談 OK 回來第二節《哲學有計談》 我們今天說歷史 剛剛我們探討歷史是甚麼時候 我想跟上Samson原本想追問的問題 就是我們說歷史通常是一些書寫的文獻 一些材料 其中就牽涉到我們是否真的能夠捕捉到 那些文獻描寫的事實狀態 這個牽涉到就是 歷史到底是主觀還是客觀的問題 因為材料可以是客觀的 但是我們選取甚麼材料的時候 總會或多或少 牽涉到那個選擇者 本身一些主觀的意願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剛剛這一節的課題 就想談一下如果探討歷史的時候 歷史是主觀還是客觀 或者是完全客觀的 歷史有沒有可能 剛才暫亂的那個病 剛剛提到正立 先問問那個問題 就是其實你覺得探討歷史 有沒有可能避免主觀的成分 有沒有可能完全是客觀 我認為如果說避免主觀的成分 我認為主觀是不需要避免的 因為這個主觀是一個 我們對這件事的看法 而我們要說的是 我們不可以將客觀的東西 併用主觀的東西 因為主觀的東西 這是一個重點 例如我們看到一個史料 我們可以說 這個人寫了這本書 說過這件事 這個是客觀的 但是我們 因為他寫了這本書 說過這件事 就當作這件事是真的 是 這個就是主觀 這個我們是將那個 我們是將那個 例如我們說 這個歷史學家 前目寫的 他講過這些 這些史料 OK 沒問題 你就當這些是 他講過的東西 這件事是非常客觀的 但是很多人就會覺得 我訴訟權威 訴訟權威就是 因為前目講過的 所以這些已經是史實 這個是事實 我以為有事實跟你講話 這個就完全不可以 我猜 我猜你可能在概念上 是有點混亂 我們不是說 我們相不相信某些史料 而是說 那些史料 在讚寫的過程中 有沒有客觀或者主觀的成分 即是說 就算我們現在問的 不是我應該相信前目 而是說前目 讚寫國史大綱的時候 他到底是否根據史實 還是他不能不避免地 滲入了一些主觀的成分 而令到那本國史大綱裡面 說的東西 其實是不可能百分之百 我想這樣說 就是猛重權威其實就是蠢而已 跟主觀沒有關係的 其實要講這個問題 就可以分成幾個層次 第一個就是所謂歷史主題 就是所謂認識歷史的人 一般是叫歷史家 或者歷史學者 即是歷史學者去認識歷史的時候 他有什麼主觀的因素 還有歷史的對象 即是歷史事件 即是你剛才只是說了一個歷史學家 都沒有說歷史事件 本身也可能有他的主觀因素 第三個就是歷史方法 即是如果你歷史的方法 就是用想像法 即是想像出來的 或者歷史學家 是不是一定有想像的成分呢 如果你說有想像的成分 而想像的成分 就是一種主觀因素的話 亦都是不能避免主觀因素的話 所以我們至少可以從三方面來看 我想追問這件事 因為剛剛我特地打了一本《史記》 大家都知道這個是中國名著 即是《二十四史》 一本非常重要的歷史著作 影響往後中國歷史的讚寫 其中剛剛就是盧紀雄提到 裡面有幾個部分 即是關於事實 即是關於想像的部分 因為《史記》 我想舉一個例子 剛才我問過主觀客官的問題 就是 譬如有些我們相信可以是歷史事實 譬如秦始皇一天去幾次廁所 假設歷史事實是三次 但即使是事實的 有時你會見到 譬如《史記》裡面 或《往後的歷史記載》 是不會記載這些事情的 就是有些事情好像是即使是事實 是 但是事實本身並不足以構成寫入歷史著作裡面 到底中間那個gap是什麼 沒錯 我想知道這一點 是否和剛才想像 是的 如果這個就是所謂歷史核體 有一個歷史學家有探討過 叫Karl Becker 何謂歷史事實呢 他舉出就是這個 凱撒在公元前 大約四十多年 渡過這個魯比孔河 他說這一年凱撒渡過這個河 成為一個歷史事件 但是同這一年 有很多人渡過那個河 對嗎 只有你過維多利亞港 對 你不會 在歷史上記低著 你今天過一個維多利亞港 不會 所以在這點上面 他就提出一個很有趣的觀點 凡是一個事實 要成為歷史事實 他必須在具有象徵著 背後一連串的事實網絡 他才成為一個歷史事實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凱撒這個渡河事件 是牽連到羅馬帝國 牽連到羅馬共和制 牽連到和龐比的軍事鬥爭 在一連串的所謂事件與事件之間 所組成的網絡 這裡有些像像 剛才想說 找因果關係的基礎 其實我反而有些多於因果關係 多於因果關係 多於因果關係 他記錄的原因非常簡單 就是那件事 記錄下來對他有價值 我寫下那件事對他有價值 可能很簡單 例如說 我很不喜歡潘金蓮 我中傷他 我說 我這個潘金蓮是淫婦 我寫下來 他是不是淫婦 我不知道 我知道 至少他寫下來的那件事 明白這件事 寫下來是淫婦這件事 對他有意義 可能他的原因有很多個 第一個原因可能是 我很不喜歡潘金蓮 第二個原因可能是 我想利用潘金蓮這件事 去造就其他人 又或者第三件事 就是說 我是一個 我是一個 那時候的新聞記者 我總之發生了什麼事 就寫 我覺得潘金蓮是淫婦這件事 大家知道 是應該很受歡迎的 我就寫下去 所以我反而覺得 整個歷史沒有一個固定的原因 說他寫下來的歷史 而是那個人 個人的利益立場 我們唯一一個好客觀地知道的 就是寫下來的歷史 那個人想你知道這件事 想後面的人知道這件事 並且覺得這件事是重要 或有價值的 你的想法真的太簡單 簡單是哪個呢 我想知道 你的想法是甚麼 就是記錄一件事 就有很多不同的原因 當然 只有日記 那誰人的日記 可以成為歷史的材料 而不是因為有記錄 就成為歷史材料 那每天出版的新聞 他都做到現在的新聞 就不是叫歷史 他可能過了一五十年後 沒有人再提及那件事 沒有人有興趣 因為那件事跟其他 我們人類 就是從一個文化的角度 在社會發展的角度 那件事是沒有跟其他事件 產生一個對一個社會 將來的發展有任何利益關係 或是出現的關係 我覺得這個項目很麻煩 就是 是很麻煩的 你怎樣知道 他的日記 或者他記得那些事 是真的跟其他事件沒有影響 這個大家都是 估計的 我覺得你記錄 價值判斷 這是估計的 那件事是沒有人自動 以來發生什麼事 不可以叫估計 就是所謂偵探 即是說 它作為一個線索 為何要成為線索 你要是想像出 那個事件和其他事件有什麼關係 OK 即是說 在這一點上面 就類似於 Colinwood所說 Colinwood提出這種方法 即是說 提出一個最合理的解釋 來去貫穿過往的所有事實 在這一點上面 就是司馬遷所說 通古今之變 通古今之貫通是很重要的 歷史學家 但是貫通的方法是很多的 因果是一種 可以嗎 還有意義上面的歐聯 也是很重要的 我就是想追問這一點 因為我聽起來 其實我又不覺得 鄭立和老杰雄之間的分歧那麼遠 不是很大 因為我覺得 譬如本質上剛才說 事實是必須的 大家歷史學家 要尊重一些很基本的歷史事實 但事實之外 還有什麼過渡到 成為歷史書寫的內容 是 現在這個位置 剛才鄭立想說 就是因為有一些人覺得 他書寫的內容有價值和意義 是 而這個位置 我可以再延伸我的理解 看看這樣 是不是要問老杰雄 對嗎 就是有一些是牽涉到 背後這件歷史事實 和背後其他歷史事實 構成一個巨大的網絡 是 但其實都沒有遠離到鄭立開頭的說法 就是 其實都是 我叫做一些 human interest的事情 我覺得我想說 是 那個意義 就是說 那件事 你說那個歷史 對社會 後期 後世的影響 這件事很多時候是我們後世 有其他需要 而突然間給他一些紀錄 他變成歷史 就是他那時紀錄 那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歷史 紀錄高欣看不到美來發生什麼事 不一定 我們過了200年之後 我發現那個史料有用 然後他就會變成歷史的部份 沒錯 就是 好像我經常說 例如 例如我現在 不知道 那些人說 趙堂這樣 之前不是很留意 他說南越說什麼南越說 但是你說這陣子 我們想說 廣東文化有另一個淵源 不是中原的 那我就勾起出來 原來這個招堂 這個人走出來 有一個南越國 所以這裡有一個 領南有一個完全不同的文化 但是之前可能他們沒有那麼受重視 例如還有一件事 例如南方共和國 之前都不是那麼受重視 但現在說 華人學校 可以華人天南 第一個共和國家 那這件事 他又是突然間變成 其實很多時候 有些東西的價值 是我們後世的人 再賦予給他 是啊 在這點上 例如你 好像台灣 他現在說很多所謂 台灣的那個所謂 不見了那個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 嗯 如果你在這點上 你說現在台灣其實是 日本史的一部分 你可以這樣說 等於那些什麼 本土說 什麼南方共和國 那會牽涉到 剛剛講主觀的問題 沒錯 一定有主觀成分 看看多還是少 那些人說什麼 你想像出來的成分是多少 你想像出來的成分 是多少 所以這點上 就牽涉到那個史學家 那個素養的問題 就是你史學家的訓練 夠不夠 第二 你盡不盡責任 你只拿那些 跟你的興趣 有關的就說 相反於你那個觀點的事實 你就不說 那你就說出一個虛構的歷史 不過現在這個世代 每個人都說是歷史學家的時候 虛不虛構都不成為重要 我猜 我猜要說得更準確一點 就是想像和合理的推測 是有分別的 是 所以歷史學家 不是應該靠想像 而是靠合理的推測 兩個都要 但是合理的推測是更重要 而想像是貫存的問題 想像就是一個傳統的問題 即我們以前就叫史觀 你沒有史觀是貫存不到的 即是等於你新聞記者 我只是報道一件 大家關心的事情 可能過五十年之後 這件事沒有人再關心了 所以在這點上面就不同了 我反而相信歷史學家 那件事是 每一個歷史學家 對歷史都有一個國子和將 每一個人都只不過是 因為歷史太大太多 我們每個人只可以在裡面 拿到我們需要的部分 那一個歷史學家 而且這樣你就變成了一個很相對主義的說法 即每個歷史學家 只要說得好 每個人都是對的 我反而會用對錯去看這個問題 我反而會用對錯去看這個問題 你不喜歡用對錯的話 一個高一點的低一點 一個合理一點的 或者解釋能力大一點 如果我覺得 如果一件事不合理的話 那麼它基礎最重要是說 它是不合邏輯 即是它的結論 不是 因為現在的分歧 其實我估計 鄭立比較傾向歷史 有沒有意義的問題 而劉先生比較強調 那個真確性的問題 而兩者之間 當然 所謂的意義可以再演繹一下 不過爭議比較激烈 我們下一節繼續 《哲學有計》 回到第三節《哲學有計談》 剛剛討論得很激烈 盧潔雄和鄭立在爭論 歷史是主觀、客觀的時候 雖然表面很激烈 但我聽起來 其實分野不是太大的 因為大家都承認一點就是 一些很具體發生過的客觀的事實 沒錯 本身是一個基礎 但不足以成為歷史 歷史同時牽涉到 讚寫者個人 以至到他關懷的一些問題 我們叫做 personal interest 或者human interest 而在這一點 令到剛才鄭立和盧潔雄 有一些爭議 就是到底那個personal interest 主觀程度去到多少 相對在這一點上 盧潔雄就會謹慎一些 會分到 即是有些位置 我喜歡選取某些材料 去完成我個人的 一些心願 或者慾望 不是一個很嚴格的歷史學家 所持守的 不過我想由這一點 去轉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因為剛才主觀客觀 延伸到一個問題 就是牽涉歷史 因為我們通常說歷史 其實所謂歷史的規律 就是在歷史哲學上的研究是怎樣的 我先問你 我先來清一下 因為你說歷史規律 我想你是說歷史的另一個意思 因為我們剛才說歷史的一個意思 就是歷史認識 即是歷史學 是 現在你說歷史有沒有規律 就是指歷史 作為一個事件的本身 那個歷程 來說 是 就是一般我們在歷史之學來說 這個就叫做歷史本體的問題 就是那個歷史的歷程 有沒有一定的規律呢 它是進步 還是退步呢 還是分久必合 合久必分呢 或者是停滯不前 其實沒有變過的呢 就是在這點上面 有所謂歷史是否有規律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從歷史的知識來說 有些人說歷史規律 意思是指你進行一個歷史的解釋 Historical explanation 是需要掃諸一定的因果律則 例如很簡單 例如解釋一場戰爭的勝利 有些人就說 一定要服從這個法則 就是人多必定 例如人多很多 例如一百萬人打三個人 那三個人一定會死的 這些是不可以違背的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歷史解釋的時候 你不可能違背這個歷史的法則 但是當我們說歷史法則的時候 就不是說歷史的法則 歷史是進步 還是什麼 我想講這個問題 你說歷史規律 其實我經常覺得歷史那個 不是叫規律 當然有些事情是從來發生的 但這個我覺得是在歷史裏 拿回來的經驗 為甚麼呢 我記得如果你說歷史 應該有一句 大家經常說 就是人類在歷史裡 拿到一個教訓 就是沒有拿到任何教訓 這一點 有一點我經常想 我每次聽到這句 我也有一個反應 就是說 人類為甚麼在歷史裡 拿不到任何教訓 因為很多人實行的那個人 根本上自己都沒有看過歷史 他都沒有讀過歷史 當然不會在歷史裡拿到教訓 因為他犯的錯 可能是以前的人犯過的 然後他又有同一個結果 這個可能叫規律 但實際上 可能不是因為他不在歷史裡拿到教訓 而是他根本上沒有看過歷史 一個看過歷史的人 會不會因為這樣而得到教訓 其實我經常都不知道 但是你覺不覺得歷史有所謂的規律 就是剛剛已經澄清了 就不是一般歷史的法則 而是歷史本身有沒有一個規律 你怎麼看這件事 我對於這件事 歷史正在進步 正在退步 我對於這件事 其實是沒有甚麼特別的贊成 或者反對有甚麼規律 因為你不知道 因為我會覺得是 歷史那件事 整個人 整個文明本身 是一個臥頸的生物 究竟他會不會 世界上也不會向後倒退 即是說我們每一段時間 都會向前退 但是回到後來 進步和退步這件事 很主觀 那怎樣才叫做 進步和退步這件事 例如我一個人說 那些人的生育率低了 那這件事是進步和退步呢 不知道 那我們進步和退步 這件事本身都是主觀的話 我再講歷史有沒有規律 這件事都是我自己主觀的 OK Samson未必認同 我估計 我估計 當然我承認一點的 就是 你要講歷史是進步和退步 首先你要規定 如何為之進步和退步 而這個規定很明顯 本身 就是進步和退步 這個觀念 本身 不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就是你看看 那些人做過什麼 你是不知道什麼叫進步 進步是一個價值判斷 但是會不會有些價值判斷 是可以合理地提出的 我估計 未必是沒有的 譬如 Steven Pinkard 在2011年大概 寫了一本書 叫《人類人性中的善良天使》 是 他提出一個進步的觀念 是 他結論是覺得人類歷史在進步 而他的進步的標準就是說 我們如果拉長 就是由中世紀到現在 人類的暴力的出現 是越來越少的 他有好幾個代表 例如我們人類大規模的戰爭 人與人個體之間的暴力的使用 即是他有很多具體的調查 即是謀殺率等等 甚至乎是我們人類關心 道德關心的範圍是越來越大 譬如我們以前只是關心白人的男性 後來我們也關心黑人 然後關心女人 甚至乎更多關心動物 乃至於地球的特幻的動物 所以我們關心的範圍是擴大 我們的暴力是減少 我們的理性的運用是增加 那些似乎都是人類進步的表象 但剛才那一則是一種主觀 因為他說暴力減少了 人類進步感 我可否反過來說 暴力增加了人類才進步 有可能我反過來 我認為原來生物最重要是出告的 暴力這件事其實是一件好事 應該要加快太陽流強 我認為進步是代表了 當然不是我這樣認為 我可以去認為暴力這件事 是代表人類進步 人類越暴力越進步 可以我有這樣的事觀 我這是另一個主觀 當然是我剛才強調 我不是說這是一個客觀的標準 而是他嘗試提出一個主觀的標準 並且他覺得這個是有理由可以說 為何暴力減少是一種進步呢 因為我們變得更加和平 大部份的人變得更加安全 大部份的人能夠活得更加長命 生活得更加好 順便大部份的人都認同這種價值 譬如說應該是主觀 客觀好像比較窄的事 我想在這一點上面都要牽涉另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 因為說到價值就是主觀 一主觀就任你定 其實不是你這樣想像 就是跳躍更加快 不是說我喜歡用這個標準 死人越多越好 要講理由 因為你要去認定進步是一個什麼 是價值上的增益的話 你要講出他對人類的好處 明白嗎 你說暴力越多越好 那好處是哪個 之前有一段時間有一個講法 叫做高貴野盲人 即是說他們講的 其中一個講法是講的 人類之所以為人類 對於人性化 人性裏面其實是包括了你的自然性 就是說如果人 我們現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暴力少了和平了 一個很規律的社會 一個很工業化的社會 那這件事是不是真的等於好 那其實這件事有爭議 因為最基礎的一件事就是 例如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說暴力少了 大家互相爭論少了 說他受病長了 這些是好事的 那只問一個問題就是 野豬和我們養在屠宰場裡面的豬 相比 似乎是屠宰場裡面的豬 就肯定是暴力少於野豬 那是不是他們進步過裡面的野豬 這個就是過爭議之後之間 因為價值觀是解釋什麼 其實是好 是 沒錯 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進行的問題 但是你指的地方就是 我們有一套指標 即是張平剛才說 有一套指標 它不是單一標準 不是單一說 哦 和平 越和平就越進步 可能就是 所謂和平就是什麼呢 就是大家不敢出聲 大家和嘻黎 所以這一點上 我們重要的就是去解釋 就是說 除了和平之外 第二就是大家有理性的討論 第三 大家對這個社會事務的參與度很高 第四等等諸如此類 或者越來越平等 對 就算你是什麼 盧蘇所說的 所謂的高貴的野蠻人 他不是真的野蠻人 這個翻譯其實不好的 其實高貴的原始人比較好 那他想說的是什麼 就是他針對文明之所以 未必有一種進步 是因為 隨著文明的出現 有很多叫社會不平等 就是文明未出現之前 沒有這些所謂什麼 誰的權力大一點 誰的階級高一點 誰的身份地位高一點 大家都這麼高這麼大 所以在這一點上 就算這一點而言 文明 它可能產生了很多什麼呢 所謂社會不平等 而造成一種壓迫 因為剛剛 剛才原本是說社會 所謂社會 是歷史發展的規律問題 我覺得鄭立有一些 懷疑論的傾向 就是好像那個規律其實很難說到 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價值標準 是傾向主觀的 我可以定義 有可能這樣叫做進步 有可能叫做退步 但是盧潔雄 和Samson 相對沒有這麼認同這一點 但我想問一問 因為在特別的哲學家 那個位置上 譬如哈格爾 或者馬克思 剛剛特別說到社會不平等 我想知道大概 可不可以輕輕看一看 馬克思是怎樣 證明歷史的發展規律 又可以從社會不平等 這個位置上說到 其實大概是怎樣 因為未必很難知道 馬克思我又不太熟 我都聽到說 馬克思當然 我們稱為歷史唯物辯證法 最主要是由生產工具 出現這個所謂下層建築 和上層建築 所以下層建築 最主要就是財富經濟的分配 隨著財富的分配 就需要有政治的架構去保障 例如最原始的就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 因為當時沒有私有財產 然後再跟著就是奴隸社會 跟著就是封建社會 跟著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跟著他認為 就會鐵一般的律師發展 做社會主義 到最後就是共產主義 也是一樣 就是生產工具的改變 就會改變了經濟結構 經濟結構就改變了政治結構 政治結構就連帶其他哲學 宗教文化藝術都完全改變的 因為這一點我想提出 就是剛才我們說過 然後剛才說的 所謂人類進步的一個所謂指標 其實那些指標我經常認為 這些是一種適者生存 適者生存的意思就是 我們目前所感受的社會 這些指標是適合我們生存 所以我們覺得這些指標是好的 其實好像李森馬一樣 恐龍這麼大隻 他們不是很強勁 但是有一天他突然間滅亡了 原來適合在這個新的地球生存 不是說恐龍的那個強 而是說好像暴雨類的那種生殖能力 有時候我經常覺得 他只不過說我們目前有適應性 但未來那個適應性 是否更通用我們就不知道 這個牽涉到人和動物的分別 就是人和動物的分別就是 動物是求生存的 人是求生活的 人之所以有價值觀有文化 就是他已經可以犧牲自己的性命 來去完成一些價值 在這一點上 就不可以純粹從剛才那樣的觀點看 我猜這套爭論也都如其激烈 我們下一節繼續回來《智學有計談》 回到最後一節《智學有計談》 我們正在探討歷史發展的規則問題 就是剛剛勞結論交代了 就是從一個馬克思的觀點 可能就是從一個經濟上的生產力 作為基礎 如何步步影響政治制度 以至到其他藝術文化的發展 但是這種解釋 就是我們叫做馬克思的遺物史觀 似乎現在也不是純粹是思學界的主流 近年一些剛剛撰寫的歷史著作 或是近代思學發展 未必是這樣看的 Samson好像有些事情說 剛剛在看休息的時候 Samson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猜我只是做一個補充 我猜不是不認同馬克思的事觀 而是說那種內容的闊度要再加強 例如這本書 《槍炮病菌與港鐵》 是這個大蒙的一本很出名的著作 它是從一個更加宏觀的角度 從這個環境、氣候 甚至乎是地帶有沒有一些農物 或動植物的角度 來講究竟如何可以決定一個民族的興旺 他的問題問得很有趣 他說為何是歐洲人打敗美洲的土著 而不是美洲的土著打敗歐洲人 因為歐洲人當初去到美洲的數量 不及美洲的土著那麼多 他說最重要 當然其他人是他們的船巾炮 但更重要的是病菌 因為他帶來的流行病 令土著死了90% 而病菌背後的元氣 就是因為歐洲人 由於他們已經進入了畜牧業 和農間業的距離 他們跟那些動物相處 所以就有流行病的狂態 沒錯 而土著墓 因為北美洲的農作物 和他們的野生動物 總量是少很多 所以不是國安心 所以我也認同 就是說有時候 有些歷史的所謂事件的演變 並不是我們觀念 或者是思想的因素 我們有時候會 可能受到中國文化的教育多了 就認為你是能夠愛民如子 你是一個衛道之士 是天命所貴的規律 在你身上展現了 你的價值觀正確 其實是道德 說到你 你就能夠征服野蠻人 這種想法 是很容易會走向一個很偏頗的判斷 我覺得 剛才你說的傷害病菌與鋼鐵 我看完之後 例如說它有病菌 可以征服野蠻洲 但其實有一點很有趣 就是歐洲的黑死病是怎麼來的 據說它也是亞洲寸過來的 即是說理論上 它自己也發生過一樣的事 就是它沒有抗體 人家過來 但它又沒有因為這樣 而被這個亞洲打 征服了 也有另一些因素 沒錯 它沒有解釋到這件事 所以它不是一種環境決定 不是唯一的因素 它就是提出 其實我們以往書寫歷史的時候 很強調個人、道德、甚至是英雄 即是覺得某一些人 或者某一種觀念 或一種文化的優越性 就來決定歷史的發展 它說不是 其實有很多很實在的因素 例如天氣、農作物、動物的發展、純養 這些實在的因素 亦都是非常影響 那個文化、人類歷史的走向 我覺得這個是很多過往歷史學家 專門說公廷鬥爭史 帝王這個道德還是腐敗史 但其實可能 很多歷史學家說出來 一個馬鞍的出現 就令到你的軍事力量的征服能力 強很多 但其實… 一顆鈕的出現 亦都改變了整個很多文明的… 甚至分工制度的出現 分工制度的出現 對,分工制度的出現 在這點上 各國歷史學家就沒有說到 很多這些問題 包括 當然現在的歷史學不同 沒錯 你剛才說到很著重 很多以前的歷史學家 不關心那些非政治的事件 即是泛夫走卒 這些民間工藝、手工企業 甚至會計制度 在這點上 愛國的練鑑學派 諸如此類 會研究天氣的變動 或者醫療市 對,醫療發展等等 所以我覺得這條法 反而是一種中國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他的歷史學很多時候 是一個所謂幫磁士收視 因為他那個不是 我叫他做歷史學家 不如我叫他做一個史觀 他有一個官 非常猶豫他是服務現在的政府 所以他才收前兆的史 所以他說那個史 其實他整件事的目的 就是想服務現在的政府 他可能我做過 講過一些道德的事情 因為他都說了 就是我想寫一個歷史 來去罵現在的那個人 說你不要不道德 你不道德 他整個目的由頭到尾 就是想做道德教 說歷史是材料 所以如果你說 他的史觀 會不會是 重點是在於 他有幾個決定 其實我認為他 中國的史觀 他的目的性 他的功能性 是非常之強的 他甚至很清楚 我自己由頭到尾 我就想罵這個人 我就想用來警戒 你們這些人 其實我的歷史 反而不重 只不過有個歷史 我整戒你那一刻 就好像信服力強一點 沒錯 我想嘗試綜合一下 剛剛兩邊的看法 因為剛剛 鄭立有一個很好的補充 就是解釋中國古代的 那個史觀制度 歷史書寫作為一個政治制度 可能既是講以前的歷史 而更加可能是 跟當前的政治局勢 是有關係的 史觀本身是一個政治的職業 沒錯 沒錯 所以讚寫的時候 的重點 為何會著重在宮廷的鬥爭 人物為重心 是因為有為政治服務的要求 沒錯 剛才Samson開始介紹 槍炮病菌與港鐵 和盧潔雄的補充 就想說這種 以人為本 或者政治為本的書寫 其實不是歷史書寫的唯一方式 甚至原本的書寫方式 是不足的 因為在我們理解歷史的時候 原本說的規律問題 甚至這本寫法 可能有一些大大小小 多多少是衝擊了規律觀 因為譬如突然間有疾病 是否上帝的旨意 或者規律 似乎不是 所以原本的規律觀 好像在近代史學的發展 或者歷史哲學界 都不會那麼強調那種 上帝旨意 就是天道一方 或者我們一般 我們叫做歷史主義 就是認為可以有一個 預測未來的 從過往的歷史事件的出現 歸納出一個規律 來預測未來 決定了未來的人類的走向 但剛才也看到了 有很多所謂 預期不倒的事件 例如這個技術的發明 就已經沒有辦法預測了 剛剛盧先生的說法 就很有趣 剛剛想做一些補充 因為我們提起歷史的規律 就是學習 我們可不可以從歷史的著作上面 可以得到一些作用 譬如鑑告資金 剛剛好像提起 已經不是偶然的因素 譬如疾病 就會令到我們不能夠 預測到未來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讀歷史的作用和意義在哪裏 我想這個都值得傾傾 而這個令我想起 克格爾一個很重要的名句 克格爾是一個德國哲學家 他在18、19世紀的時候 活躍的時期 他生前出版的著作 其實不算很多 他在1831年世世 他後來死了之後 就其中一些港演錄出版 一本就叫做歷史哲學港演錄 他在港演錄裏面有一句名句 剛才鄭立也提過的 那句名句簡單一點的意思就是 人類對於歷史 能夠從歷史之中吸取的最大的教訓 就是從來不能夠從歷史中 吸取到任何的教訓 其實多了一點諷刺是意味的 就是對於歷史這件事 其實人類是無法吸取的教訓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談一個問題就是 到底我們讀歷史你做甚麼 除了消遣之外 是不是我們所謂鑑鼓之金 是一個虛妄來的呢 我想要補充一下這個語句 其實聽起來就是一個嘲諷 但是要配合克格爾的歷史觀 因為克格爾認為人類的歷史是進步的 他的標準就是甚麼呢 就是人類的歷史越往後發展 理性成熟的程度越高 但是那個進步的過程很特別的 他認為人類的歷史就好像屠夫的砧板 永遠都是非常之血腥 非常之暴力 非常之不理性的 但是正正人類的歷史的理性的進步 正正要透過非理性和不理性的手段 所以他提出一個觀念 就叫做理性的繞結 the cunning of reason 他這樣去理解歷史 所以他就會得出 剛才你那句所謂 吸取不了歷史教訓的說法 但是就算這樣 是不是就等於我們讀歷史沒有意義呢 這個也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一個人讀歷史很顯然 有一種我們叫做自我理解的功能 是 即是說黑格爾有另一個意象 就是哲學是作為智慧女神的貓頭鷹 貓頭鷹是甚麼呢 晚上才起飛 記者是甚麼呢 就是試過境遷之後 然後才回顧過往發展甚麼事 即是反省 反省地理解自身為何走到如此的狀況 而不是作為一個指向人類未來發展的 一個所謂國師的角色 明白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時候黑格爾 他提出這個事館的時候 他都破除了那個時代主流的事館 所以我經常認為 有時候你看過讀歷史的意義 你說有沒有意義 我認為是我們看了別人 以前的人怎麼看過歷史 但是我們有我們自己的 我們的時代背景 我們生存現在的很多的資源都不同的時候 我們其實可以用我們自己現在的角度 去重新看一次歷史 開發自己的不同的事館 例如呢 例如我們傳統大學 我們傳統去中學教書的 學歷史的 可能會學到說 香港是中華文明繼承過來的 可能是以前的皇帝 先元皇帝去到現在 是來的 但會不會是我們可以用其他方法去看歷史 我們用一個系統來看歷史 用一個法律來看歷史 用一個法律來看歷史 香港的法律就是羅馬化 演化出來的 其實我們可不可以說 香港其實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 我們的祖先其實是意大利人 這樣很奇怪 也很好笑 但是其實我們要用這個角度去重新看一件事 第一件事是 我們可能對這件事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而是 例如說 我們會看到 我們的系統是怎樣進化而來 是重要的 第二件事就是說 其實開闊了我們的眼界 這才是最重要的 真的很闊 我覺得這個位置很有趣 譬如我們鄭立的說法 是否成立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探討和質疑 但是它開了一個很重要 剛剛說到歷史的意義 歷史的意義 我想似乎我們不是找一些規律 好像煲水那樣 如果煲水 它是100度 然後就會有水蒸氣 煲水 我們就重複它 但是似乎人想在歷史學習之中 不是要重複一次的歷史 而是想知道一些歷史發生的事之後 去避免它甚至解放它 所以我們似乎不是要一個 就是重複歷史 而是反而要liberation 是解放的 是解放的 這一點我覺得 鄭立剛剛提過這個說法 是非常引人入性的 雖然我不肯定那個正確性 劉先生的由頭到尾的照片 他不肯定我們是意大利人的祖先 我祖先肯定不是意大利人 我想是這樣 今天的討論氣氛都非常熱烈 我非常喜歡 因為說起歷史的課題 剛才我們說到歷史是甚麼 歷史規律 其實我們想透過這件事 都是重複多一些哲學的思考 我們今天是哲學休解談 說到這裡,多謝收看 最重要的事情 我會不會有任何事 審査 我們要確實